欢迎收看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营兰杂症由老师来开讲 台股今天来收8月月线咯 回顾这个8月份台股累进了史上最大跌点 还有涨点的记录 不过最终的月线是收了很长很长的下影性 那今天尾盘也因为MSCI生效量是顺势放大 尽管昨天汇达是下跌了6% 这6波台北股市间继续的开高震荡 回答的杂音已经消化完了吗 9月会继续是小股热跳的一个月吗 怎么去抓到新题材 新标股 见问请教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好 娟姐 大家好 我是阿豪 好 台股虽然持续在季线下摸人 但是内资热度依旧是不散的 贵买上指数还在持续的创短高 所以9月份资金到底该往哪里摆 而9月份的物胎换谁来当主角 短线趋势翻多有人追买的个股 哪些有机会成为9月份的人气新星呢 见问请教分析师资英杰 杰帅老师好 婷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是收月线了 阿豪老师我们先帮大家看 其实这个月份真的是很精彩 最大涨点跟最大的跌点 都让我们在这个月遇到过了 不过这个月月线也很精彩 因为这个月月线 其实收了非常非常长的下影线 度到2600点虽然看起来 近期的外资态度 还是没有很明显的偏多回来 因为现货市场它是连巴卖的 今天再卖超台北股是47亿元 可是那一支的力量真的得一用 投信连11买 今天是买超台股38亿元 包含了晋商 今天也是转买的 外资目前期货空单水位 现在快4万口了 所以9月份到底还有没有变数 我想请阿老师来帮大家看 因为这个月 其实你帮大家抓到一个关键的点位 这个点位其实今天差一点点没有站上 那代表的是9月份的行情 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对 其实最后一盘 这个台积电它的卖盘是高达3万9千张 因为这个是MSCI的一个季度调整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去占过 我们观察的那一个点位 但是这就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行情有没有一定有 为什么一定有呢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一个日K棒 其实我昨天跟那个 曾伟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减红点的角度 也就是说昨天是不是 会打财报公布之后 美股不好 然后我们台股也开盘大跌350点 我就说接下来两天 你要去减三个红点 第一个就是在日K棒的部分 日K棒的部分其实昨天有几个 昨天是不是收了一个红K棒 好 那周K棒是在今天收周K 在周K棒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加权指数收周K 它收得很技巧 这是刚刚好翻 可是它第三个红点 第三个红点就是在月K棒的部分 我们看到月K棒的部分 今天MSCI进度调整 没办法 没办法收上去 关键是那个22546点对不对 对 但是行情有没有 看的是在这一个下影线 这个下影线就像刚才婷娟您报告的 它已经是创下纪录了 因为它是一段高达2600点的下影线 很惊人 对 所以其实它告诉我们 行情有 可是它唯一的一个瑕疵就是 它没有把它收到变成红K棒 那之后就告诉我们说 行情有但是不是大拜拜 不是全部设飞标 所有的股票会涨 接下来的重点就变成说 有一些股票它有资金贯注它会涨 但是如果没有资金贯注的一个股票 它就这样子一直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节的通告当中 我要花掉大半的时间 也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一个礼拜刚好帮各位去扫描一下 这个高价的一个电子股 主要的原因就是 万一如果真的出现了像今天这种情况 明明就有机会收上去 但是它没有收上去 那在选股的部分 各位一定要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最后一集了 因为我这一节的通告刚好就到今天 所以我帮各位去完成一下 我们这一个礼拜来 帮各位去扫描的这一些 电子高价股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最终的部分 因为一档股票 它一年从这个过年到中秋 一整年都在交易 但是它的股价会有所波动 所以我们就把股价把它分成是三个阶段 叫做股价的三部曲 那判断的方式 我就选择各位 你手边都可以拿得到的工具 比如说像MACD KD 比如说像这个下降切线 或是五日均线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把它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档股票 它现在它的价位是在做MODE反弹 或是在做一个多头 那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进行最后一个阶段了 因为我们从礼拜一的这个细致材 它是一个专利权的部分 那到礼拜二的一个设备 一根头发你拔下来之后 把它切成一万份的那个三奈米 那到了礼拜三时候的这个 最厉害的这个IC设计的一个工程师 他要画这个电路图 那包括说到礼拜四的这个连接器 组装的 对 把它组装的 对 导轨 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它做出一台伺服器了 那伺服器其实比较有名的就是在6669的这个围影 它有一个蛮高阶的 蛮有class的一个说法 叫做资料中心的一个产品 其实坦白讲就是跟伺服器相关的 对 这个东西你看它真的真的赚很多钱 去年可以赚到68块 那上半年的部分 已经快要赚快跟去年差不多了 所以这一种肉 它是真的很会赚钱的公司 但是就像很会赚钱的公司 我们关心的是 它的架构到底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看一档股票的时候 MACD目前是在零轴以下 对不对 KD又小于50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五日均线 它是不是还在这个打底的阶段 那在打底阶段的时候 再帮各位去补充一个多空点 是在1985 所以你把它锁定完毕之后 等到它开始慢慢的变成是反弹 变成是多方式的时候 是不是接下来六个月的时间 其实各位好好的去做一个布局的 好 那这个伺服器一个机柜已经出来了 那出来的时候一干麦差点 一定要插电 是 对啊 但插电的时候我们坦白讲 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停电嘛 是 那停电的时候 我们没有冷气吹已经够难过了 但是像这种伺服器 一下子好几百台的一个机柜 你看 室内的时候那还得了 不能断电的 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工具 叫做不断电系统 不断电系统就是UPS 我们在这个台股里面 就是在6409 它就是当价的 可是这档股票 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你看它也是非常非常赚钱的公司 去年赚了41块 上半年也跟去年差不多 其实有跟上那个进度 可是它唯一就是它的成交量 真的真的很小 所以如果说你在追踪它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流动性 MACD是在零走以上 KD也是大于50 所以你会发现 它相较之下的一个股下 就相对会比较强势一点了 好 那到这个地方 我终于帮各位完整的去扫描完 这个伺服器 包括它的一个UPS的一个运用了 可是接下来 这个我们总不是说 把它摆在家里 观赏用的嘛 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 我们人类的社会 更加的便利的生活 我们要进到终端运用了 对 我们就开始来到了 这个终端的运用了 那终端运用呢 因为通告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只帮各位挑出一档 叫做3008的一个大力官 昨天我还没有讲 它就先冲出去了 那为什么昨天 它有办法先冲出去 我们有发现 MACD是不是在零走以上 KD有没有发现 这种到80的 有没有 所以它昨天这样子冲出去的时候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你都看得懂 对不对 你都看得懂 我最多就是帮各位再补充一个 它的一个夺空点而已 那台股真的没有人赚赢它 它去年可以赚到134块钱 EPS 每股赚134块钱 今年上半年 你这样子一成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机会超越 超越明年的 所以市场上大家在预期的就是 如果说苹果的那个新计 在发表的时候 所以你会觉得说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资金已经慢慢的 移到这些比较高价的这些股票上面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金字塔又出来了 对不对 资金配置 对 资金配置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你的资金 有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300万以上 1000万 2000万 甚至到5000的话 我都会强烈的建议 你用六个月的时间 把大部分一半以上的一个资金 配置在这些比较高价的一个 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在半年之后 你会感谢自己 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的资金是 在300万以内 甚至说在100万以内的话 那其实刚才那些东西 你就把它当成是 它是一个指标 指标 它在神堂上指标 看大做小 那你的资金最重要是要 完全的配置在会涨的股票 是 会涨的股票 那什么样叫做会涨的股票呢 我们在 我在上通告的时候 我都会跟各位去分享 我盘后的一个选股 对 那像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嘛 是 我们就帮各位去回顾一下 我来回顾咯 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一档股票叫做8070的一个 长华 真的拉出了一根长红 K棒嘛 那这一档股票在哪一天 你其实也不用太早 你就找它一天就好 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 祭祀本里面 你是不是就看到它了 而且你会发现 它们的格局都一样 MACD一定都要再零走以上 是 KD到80 通常都会标出去 而且突破了81号的这个高点 没有那个套牢的压力嘛 这是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二的时候 这一档不啰嗦啦 直接就是亮灯了 对 亮灯了 那你去看它的 我们是不是在礼拜一 那一天的祭祀本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只要早一天 知道就可以了 架构有没有一样 MACD大于0 KD大于50 是不是突破 直接就亮灯了 而且它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直接就亮了三个灯了 好 那到礼拜三的时候 换这一档 有没有 它大部分的时间 都被人家关紧闭 对 但是它的气势 就是比别人强 你在8月份 你真的在它的骨架上面 你看不到 有什么骨灾发生嘛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东西 它会标出去 都是一样的格局 所以我帮各位是不是多 也不用太早知道 就是前一天 说在这个祭祀本里面就好了 好 那包括说这个联雅 昨天亮灯 你是不是 昨天礼拜四嘛 是不是在礼拜三的 盘奥旋鼓里面 你看到它就好了 所以每一档 涨停都会有故事的 但是这个涨停的故事 每一档都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办法 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追这些 每一个会涨停的一个故事 就好比说 我们在昨天 我有没有请各位 如果说你昨天 在我们 那个三点五十分 你没有收到 我盘后的那个 那个教学的话 请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按178 那如果你有按178的时候 我昨天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网络教学的节目 才刚讲这个东西而已 是 对不对 结果刚讲完之后 它今天就直接亮灯了 包括说这个爱三菱 也是老朋友了 对 而且这个是我的实战鼓 是 这不是盘后悬鼓 不一样 这个叫做实战鼓 包括说这个京城 盘中也是直接亮灯 对 所以每一根涨停 它都会有故事 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通告就到 这一节通告就到这一天了 所以如果说 你还没有扫描完 我的QR Code 但是你又对于 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实战鼓 有兴趣的话 我接下来在178 每天盘漏教学的一个部分 我会集中在 我们在实战鼓的一个分享 所以操作股票 其实越简单越好 你要把资金 放在对的地方 专心的买会涨的股票 我们下回见了 大家加油 好 那阿老师呢 在这个通告的时候 帮大家抓到了 非常非常多攻击型的 一个标股 对小资助来讲 其实快打 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这些个股怎么去来做配置 怎么去找到这些9月份 还会继续标涨的个股 在阿豪老师群组里面 都有进步的一些 实战教学经验分享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掌握了 好 那等一下回来 再帮大家追 9月份是谁的舞台呢 第一档的平台PA 要发动了吗 三雄要选谁 回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600股民开奖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 今天汇率市场 台币中场比较3.7分收 在31点左右 4元的价位 8月份累计台币是强升 8.96角 那回到排名台前提示老师 9月老师大盘 依旧还是压在季线之下 那么马上迎接9月份了 想请教老师怎么看 9月份的行情 到底突破表态 有没有机会呢 好 谢谢停车了 首先我们先来回顧一下 今天整个大盘 收盘的一个表现 仍然是上涨了60几点 依然弱点是介于 2万2千点跟2万2千500点之间 各位我今天特别事先 把这个框框画起来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框框 我上面写一个11天 今天已经进入了 11天的整理时间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框框里面的K棒位置 都是在2万2千点 跟2万2千500点之间 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最近每天都在算时间 第9天 第10天 第11天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在技术分析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间转折 各位有没有听过 所以的时间转折就是说 有一个位置它叫第13天 可能就是一个股市 有可能会出现转折点的时间点 那这个13天会在什么时候 就在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二已经进入了9月份 各位接下来的行情会非常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9月份过后 将会面临到这个 所谓降息的问题 这第一点 第二点也即将进入第4季的行情 各位台北股市每一年最精彩的 都是在第4季的行情 那为什么精彩 因为第4季往往台北股市都会往上冲 那今年会不会往上冲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各位看一下 这个整理的时间已经进入了第11天 我写得很清楚 下个礼拜二就是第13天 会进入一个所谓正式的一个时间转折 那时间转折到底是转折向上 还是转折向下 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认为会转折向上 理由是MACD一直都在这个呈现黄金交叉的状态 而且你会发现近期的台北股市 不管它多有本事跌 它多有本事开低走高 各位我们发现都是这种现象 有没有 不管跌得多深 它总是有办法在尾盘拉上来 而且形成小跌甚至于收红 各位近期的行情你可以看到 这个多头是不愿意投降的 它的企图心非常的强 所以我认为这个转折向上的几率 还是比转折向下几率大非常多 因此既然是这样认定的话 我们现阶段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在这个转折时间点之前 做好布局 要布局什么 当然是布局股票 但是股票也不能够随便乱布局 我说过布局股票 要怎么买才能够放心 要怎么报才能够安心 很重要吧 那怎么买才能够放心 第一个这个股票很健康没问题 那怎么报才能够安心 很简单 它要非常的抗跌 甚至于它会温和的往上涨 像这种股票你就会报得很安心 怎么找到这种股票 七个自送给大家 结帅的七字真言 趋势翻多有人买的股票 你就去做布局 如何判定一档股票 趋势翻多有人买 各位这个界定的方法 其实非常的清楚 完全没有模拟两可的空间 各位第一个趋势翻多 看一下一档股票 它到底是不是趋势翻多 只要检查它的MACD 就知道它现在是多方趋势 还是空方趋势 第一个条件成立之后 如果你想要找到标股 还要再严格的筛选 要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到底有没有人在买 毕竟股票是人在操作的 如果没有人买的话 它就会整理 有时候一整理可能半年 一年都有可能 所以股票是人买了之后 它才会涨 既然人买了它才会涨 要看什么 看K棒 只要K棒出现 突破整理平台的红K棒 基本上就代表有人在买进 因此最佳进场的一个布局时间点 应该是在MACD黄金交叉的 第一天 然后那一天如果又碰巧出现了 突破整理平台K棒 那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进场时间点 但是股票 我说过有2000支 我们如何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每天快速扫描过 当然不是用人工 而是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各位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慧现在速度非常快 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看完2000支股票 然后再搭配 我刚刚所讲的技术分析 我们就可以急速掌握到 强势的标股 底部起涨 马上就可以做进场 今天一样会跟大家来分享 三支股票 前面两支股票请大家仔细听 下个礼拜就是9月份 9月份过后到底可以布局什么股票 然后这个前面两支 各位要好好认真听 那为什么要好好认真听 因为第三支股票 我就是要证明 这两支股票 就是跟第三支股票的走法很像 那我们开始来做说明了 首先第一支股票宏捷科 各位仔细看 这支股票我觉得 在未来很有机会 会出现一个补涨的大行情 为什么我这样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 之前他是在146块 从很高的地方跌到86块 当时会来到146块 代表说他本身有这个价值 我们这样讲对不对 那他跌到86块的时候 现阶段你可以发现到 他跟大盘很像 在进行一个打底的动作 为什么我说他是打底 各位因为他的MACD黄金交叉 为什么我不是说他头部成型 因为MACD黄金交叉代表趋势般多 而且最重要是在昨天 他竟然出现了这一根关键的红K棒 各位可以看清楚 这一根红K棒是非常典型的 突破整理平台K棒 代表昨天有人在买进 那这一根K棒只要点火之后 我跟大家讲 未来这一段行情 它是有机会来往上挑战的 那至于有没有机会挑战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要看 后面的他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这支股票 我在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 原因是我认为这支股票大有可为 而且各位我们来看一下AI AI它当时也是在这个 8月15号的时候趋势般多 在昨天各位有没有看到 昨天这个红K棒一出现 这个其实不用我想也知道 这个AI它一定会出现买进迅热 到现在为止你看 它只有小涨个17% 其实涨幅并没有很多 一支标股它最起码要涨三成以上 甚至于五成以上 甚至一倍两倍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9月份过后 到底可以布局什么股票 这支股票我非常的推荐 那当然在昨天 其实8月29号那一天 就是昨天 我们其实也有在我们的 Light里面有跟大家做预告 那这些都是我用心良苦的地方 我说过我希望股民 你看我的节目可以赚钱 那所以我每天都很认真的 帮各位找两支 刚刚出现讯号的股票 像今天我也找了两支 请婷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世界已经跳到两支股票 已经公布出来 一支是中高价格股 一百多块 另外一支是低价同班股 这个价位蛮低的 只有十几块而已 竟然不到20块的股票 这个小支族人人都买得起 那怎么看到它呢 很简单 这边有个QR Code 你只要简单扫描进去之后 看一下记事本里面内容 就可以找到这两支股票 再来讲第二支股票 跟这个第一支股票很像的 这支股票叫正位 股价稍微比较低一点 各位我们发现到这支股票 它基本上也是在打底 为什么我说它打底 而不是形成头部 因为它的MACD 正在形成黄金交叉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虽然留了很长上影线 但是你会发现到 它是完全站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这支股票 它不公则以 一公的话可能会一飞冲天 为什么 因为它当时是从95块 跌到56块 跟第一档股票 我刚刚所介绍的这个红杰哥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会介绍给大家好股票 都是从很高的地方 曾经跌下来 现在在做打底动作的股票 都绝对是很有爆发力 很有潜力的股票 当然这支股票 各位可以从AI看到 从8月19号开始 它趋势就开始翻多了 而且到前天 各位8月28号 这个K棒 突破了新的整理平台区之后 突破这整理平台区之后 它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箭头向上的 一个买进讯号 那这支股票 它涨得比红杰哥还少 只有涨11% 所以以资金部位来说的话 如果你的资金部位 不是那么多的话 这支股票我反而会比较推荐于 中小之足的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布局 你看我都面面俱到 刚刚红杰哥的股价稍微比较高一点 这支股价稍微比较低一点 那当然这支股票 我们也有事前的做预告 在什么时候预告 8月28号 我说了 这些股票我都会事先的预告 而且我还怕你们没有去 看到这些股票 我还特别在股民开场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为什么我会去找这支股票的 原因还有理由 那就是希望股民们 能够因为我分享的这些股票 而有所收获 那这两支股票 我说了 你现在不布局将来就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第三支股票 你就会知道原因 第三支股票它叫均豪 是我最近这两个礼拜 经常提到的一档股票 今天继续往上涨 你看一下 当时我介绍这支股票的时候 就是MACD 刚刚形成黄金交叉的第一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在第一时间 我就告诉大家赶快进场 赶快进场 因为它的MACD 刚形成黄金交叉 如果你当时赶快进场的话 各位 第一点你会买得很放心 为什么买得很放心 因为它的MACD 第一时间才形成黄金交叉 而且它又出现了 突破整理平台K棒 所以因为有这个技术分析 当靠山 你会买得很放心 第二个 当你买了之后 你会不会抱人安心 当然会 因为一路走来 它几乎都没有在跌 都是只有在涨 所以你会抱得很安心 你完全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它说暴涨暴跌 有些人买股票 看到今天这个买进去之后 明天先来一根跌停板 后天又出现半根涨停板 这种股票最恐怖 投资朋友可能会抱不住 所以要买就要买 这种抱得安心的股票 就是像这种均豪 均豪现在是涨这个样子 刚刚我所讲两支股票 他们现阶段 就是在走均豪的路线 我才会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 当然均豪其实 这个AI也早就预告了 这个8月16号跟8月19号 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讯号 已经涨40%了 这个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标股 同一时间我也有事先跟大家预告 很早8月19号就预告 而且股民开讲 我也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这一支是好股票 除此之外 在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我说过还有很多重要资讯 像早上9点半 我会写一份大盘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给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投资票 做一个参考 至于到了下午3点半 我除了这个股民开讲节目之外 其实我每天都会花20几分钟的时间 去录制一个网路的一个 实战操作教学影片 为什么要录这个实战操作教学影片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股民 你看我的节目 都是希望真金白银 去实战操作 在市场上真正赚到钞票 所以我还要特别录制一个 真金白银的实战操作教学 里面讲的都是个股的一个 精准的买卖点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每天收看 至于今天所找的两支股票 刚刚提前有讲了 一支在100多块以上 一支是不到20块的低价股 大家赶快去看 到底是哪两支股票 下个礼拜就可以布局 至于怎么看到这些资讯 来 各位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扫描这个QR Code 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的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很快找到我 找到我之后 记得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传一些可爱的贴图给我 都不是 记得输入三个数字叫888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的网路实战教学影片 已经录制完成了 各位只要输入888 一秒钟的时间 只要一秒钟就好 给我一秒钟就好 我就会传送到你 私人手机的LINE里面 你们完全不用花时间找 只要按数字的888 然后Enter下去 就可以得到这些重要的资讯 以及我的直播教学影片 至于在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我再讲一遍 各位你已经错过了 很多好股票了 不要再错过了 今天记事本里面有两支股票 一支不到20块 一支100多块 各位只要加了LINE之后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 而且完全免费的 都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至于我的人工智慧选股教学影片 我说了 今天已经录制完成了 如果到这边有兴趣的话 直接加LINE 并且回复数字888 我们一秒钟的时间 就会传送到你私人手机的LINE里面 欢迎各位演乐的来加LINE 好 继续好 做好哪些标普 介绍了一下LINE圈处的